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的教学方式跟一般的传统教学不一样 我们通过桌游 电影赏息 然后跟引导室的讨论 那最后是最特别的 我们提供宅配式的服务 今天只要学校的老师时间上面我们可以配合 我们就直接宅配哲学的讲师到你们那边服务 那学校或老师请你们去上课需要付费吗 要哦 记得付费的时候把钱拿出来 再放回你的口袋里面 就是不用钱 那为什么你会需要钱 那间公司不需要钱啊 是不是 可是坊间的哲学家预课程好像都不用钱 是 因为那些坊间的哲学家都有一些政府跟大学在资助 我们也需要你们的资助 我们也就不用钱 我怎么知道你们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些事情 我们从2014年到现在 在没有营运经费的支持下 已经在台湾各地的九个学校五个单位 举办过十四场哲学桌游 然后也有举办过整日的哲学议 如果募德资金要怎么议呢 我们会用来聘任哲学讲师 然后开发课程还有教材 然后支付讲师的交通费 还有食杉的费用 如果最后募资超过所需的资金 你们会怎么做 嗯 我们会让大家钱去做更多有趣的哲学课程开发 并且去做一些文创商品跟APP的创作 然后使我们的哲学教育能够更补给更推广 我们想要用新的网路媒体来推广哲学 所以新媒体这样哲学就是哲学新媒体 所以你们是新闻媒体吗 是 我们专门报导哲学世界里面的各种新闻 大家一般都不晓得 哲学跟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要去满足社会大众身上常常有 但是被忽视的哲学需求 第二个就是我们想要解决 哲学专业者一般会碰到的 所以非所用的问题 你觉得哲学新媒体的工作有意义吗 意义是瞎坏欸 我只知道哲学欸 我希望哲学人都能够以加入哲学新媒体为了 如果过来先莲活力 就 Hos essa绳子 还好 或者不要链果 不停 让营充